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要纠结 不要感叹 怎么开心怎么来 今天开聊聊内鱼最帅的男艺人看看谁能上榜呢 第八名彭冠英 确实彭冠英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功底 在娱乐圈中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尤其是在《玫瑰的故事》这部作品的热播之后 更是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 这种越老越有魅力的现象 在很多优秀的演员身上都能得到验证 她不仅仅关乎于外貌的变化 更多的是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和诠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而散发出更加成熟 深邃的魅力 彭冠英年轻时的青涩与现在的沉稳儒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更是她不断自我提升 艺术修养日益深厚的体现 在《玫瑰的故事》中 她饰演的庄国动一角 凭借其出色的外貌条件 精湛的演技以及对角色性格的精准把握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成为了剧中不可忽视的亮点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仿佛是一幅精心雕琢的画卷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而在此之前 彭冠英虽然出演了多部作品 塑造了多个角色 但或许因为时机 角色设定或是其他种种原因 并未能像《玫瑰的故事》中的庄国动那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但正是这些年的默默更云和积累 让她在遇到合适的角色时能够以明惊人 实现了从亮变到质变的飞跃 彭冠英的爆火 不仅是对她个人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也是对那些在演艺圈中默默奋斗 不断追求卓越的演员们的一种鼓舞和激励 她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梦想 勇于挑战自我 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第七名 林更新 林更新之所以在众多观众心中如此迷人且帅气 确实与她多方面的特质蜜不可分 首先 身高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加分项 挺拔的身子让人一眼难忘 为她的整体形象增添了不凡的气质 而她那俊朗的五官 更是符合了大众对于帅的普遍审美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颜 都能捕捉到令人心动的瞬间 除了外在条件出众 林更新的自信也是其魅力的重要来源 自信的人往往能够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让人感受到她的从容与坚定 在镜头前 她能够自如地展现自我 无论是演戏还是参加活动 都能以最佳状态面对观众 这种自信无疑为她加分不少 此外 林更新还具备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她的性格直率 幽默 与人相处时总能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这种清和力使得她不仅在粉丝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在业界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成为焦点 吸引无数目光 至于网友们对林更新与赵丽颖再次合作的期待 更是体现了两位演员在观众心中的高人气和良好形象 他们之前在作品中的默契配合和精彩演绎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 当看到网友们精心制作的两人合作图片时 那种帅得好高级的感觉由人而生 让人不禁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林更新之所以迷人帅气 是因为她极身高 颜值 自信与个人魅力于一身 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而她与赵丽颖的再次合作 更是让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期待 看起来是不是充满迷之自信啊 当然 林更新是真的帅 颜值高 演技好 所以林更新才能一直爆火 不过林更新真的非常适合各种角色 她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林博士的魅力啊 从出道以来 林更新带来了超级多优秀的好剧 步步惊心楚桥传与凤行玫瑰的故事等等 只要角色需要 她都会演绎得非常完美 加油林博士 第六名 杨阳 杨阳 这位被语为原生太大帅哥的演员 却是以其非凡的颜值与扎实的演技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喜爱 她的颜值 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清新脱俗 温满而耀眼 让人过目难忘 那双深邃的眼眸 仿佛能洞察人心 每一次凝视都充满了故事与情感 让人沉醉其中 而除了颜值之外 杨阳的演技同样不容小觑 她能够精准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 将每一个细节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欣赏她颜值的同时 也被她的演技所打动 从青涩的少年到成熟的男子汉 杨阳在不同的角色中自如切换 展现出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自出道以来 杨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中稳步前行 逐渐从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内娱的超级大帅哥和顶流明星 她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 更是跨越国界 吸引了众多海外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如今 杨阳再次携新作品《凡人修仙传》归来 这无意让广大粉丝和观众充满了期待 这部作品不仅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和精彩的剧情设定 更有着杨阳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相信定能为大家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在此 我们也忠心祝愿杨阳能够在新作品中继续发光发热 用自己的颜值与实力征服更多的观众 同时 也期待《凡人修仙传》能够大大爆火 成为又一部经典之作 加油杨阳 期待你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创造更多的辉煌 第五名 宋威龙 宋威龙确实是一位以颜值著称的硬帅男艺人 他的五官深邃立体 面部轮廓清晰 属于典型的浓颜戏帅哥 这种长相在镜头前极具辨识度 让人一眼难忘 出道多年来 尽管他没有经历过大爆火的现象级作品 但凭借着逆天的颜值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他一直在时尚界和影视圈中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度和人气 宋威龙的颜值不仅为他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也让他在时尚界备受青睐 他多次受腰参与时尚杂志的拍摄和高端品牌的代言活动 每一次亮相都能以出众的时尚表现力和独特的穿搭风格吸引众人的目光 这种时尚资源的丰富程度 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作为硬帅男艺人的市场价值和影响力 在影视方面 宋威龙虽然还没有达到一线明星的地位 但他已经出演了多部热门作品 并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的演技在逐渐提升 对于不同类型的角色也有着很好的驾驭能力 特别是他那张充满魅力的脸庞和深邃的眼神 让他在线偶爱情剧中如鱼得水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浪漫甜蜜的情节 让观众未知倾倒 未来随着宋威龙在影视和时尚领域的不断努力和积累 相信他一定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职业生涯 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时尚偶像 他都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期待他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努力精神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加油宋威龙 第四名刘学艺 刘学艺真的是古装绝美 现代庄严罢啊 太帅了 演技特别精湛 不过很多网友质疑刘学艺生涂都是精修过的 讲真就算刘学艺素颜也是超级帅的 现在哪个艺人不修图啊 肯定都在修图撒 向刘学艺这样演技精湛的美男子爆火 真的是实至名贵啊 加油大帅哥 期待你的春花燕和念无双 第三名李线 李线真的是那于少有的和尔蒙爆棚的脾帅大帅哥 大直男帅哥 他浑身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魅力 这就是姓张力吧 李线的五官特别绝 硬朗硬挺 尤其是鼻子 简直好看 迷人性感 李线演技也是不错的 从韩商言霸总飞升顶流后 李线主演的很多部线偶爱情剧都是特别出圈的 特别是李线个刘一飞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 那种甜蜜爱情的感觉真的比玫瑰的故事终来的强烈 加油李线 第二名于是 最帅的八泰 最迷人的激发 最充满魅力的陈小舟就这样走进大家的视野 于是杨刚帅气的长相 挺拔的身子一下子爆火真的出圈了 大家都是喜欢上这个充满魅力的男人了 加油于是 第一名肖战王一波 肖战和王一波因为最帅为无限各最清冷绝尘的韩光君爆火后 双双飞升顶流 做好过去了 他们依然一直爆火 一直都是内鱼断层顶流 两个人在内鱼都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了 他们两个简直太帅了 分则各自为王断层顶流 各则爆棚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